歡迎各位麗林參與香港超級聯賽2021 我們的網賽第一輪就會正式開始 在這個比賽過程中大家要謹記 前後攝影機也不可以有斷線的情況 一旦有斷線或關掉,主席會暫時終止場比賽去提醒雙方開攝影機 另一方面,剛才也提醒過 在發言前後也要調校正音的模式 前後就要開正音,發言後就要關掉自己的裝置 另一方面也要確保在同一空間作賽的時候 空間只可以有四位台上邊緣 其他台客發問、教練、老師都要在另一個空間等待 或者用另一個電子設備登入 並且在一陣子整個比賽的流程當中 如果一旦有任何收音不清晰、連線訊號不穩定的話 任何一方都有權提出 特別是主席,即是我 評判一旦覺得連線訊號不穩定的程度 已經影響到場比賽的進行 就會即時終斷場比賽 或者暫停場比賽去 雙套如何處理 如果台上的邊緣聽得不清楚的話 也可以去開麥克風發言 儘量在一旦有這個情況下 或者完全忍受不了的情況下 才去打斷比賽的進行 今天的賽制會採用4.3.3.4 即是台上的主辯和結辯會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一、二、座會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在每一個台上發言的環節 其實在發言完結前三十秒都會有一丁的提示 這個一丁的提示也同一時間會展示在PowerPoint上 我現在就會再度分享這個PowerPoint出來 這個PowerPoint稍後就會有一丁、兩丁、三丁的提示 因為網賽的緣故 我們就沒有這個超時扣分的制度 基本上你去到15秒後就會看到三丁的畫面 並且我就會直接打斷那位同學的發言 不會有超時扣分的 並且在發言的計時上依然都是以我的馬標為準 即是轉頁、PowerPoint的展示都只是輔助而已 4.3.3.4以外還有兩個特色的環節 第一個就是雙方的主辯研結之後 就會有一個台上發言的環節 就是由雙方派出一位辯源向對方的主辯發言 而對方的主辯在沒有準備時間的情況下要即時回應 發問和回應都是一分鐘的 而在雙方的台上發問都結束之後 就會進入一二座的交替發言 交替發言結束之後就會進入台下發問的環節 雙方均有兩次台下發問的機會 台下發問的時間為一分鐘 然後準備時間是一分鐘 回答時間都是一分鐘 而在台上和台下的一分鐘一分鐘的環節裏面 每一個一分鐘都會有三十秒一丁的提示 在發言時間結束之後就會有兩丁 亦都不切緩衝時間 主席我亦都會直時終止你的發言 本論賽事是不切自由辯論的 然後完結台下發問之後 就會有一分鐘的時間給雙方結辯做準備 最後就會由反方作結 然後再由正方作結 請問雙方對賽規有沒有疑問? 如果沒有的話 現在就比賽正式開始了 今天就先請正方的主便同學 去到台前預備 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先解除正音 並且向我示意可意 聽到叮聲我就會開始計時了 開始 再一次 上一次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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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e neo 好,非常好這個聲量清楚的,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可疑 可以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政府文件指出公屋街市設立的目的 是讓市民享有合理價格和合理的選擇情況下 在居所附近購買日常糧食和日用品 但是隨著社區發展,社會有聲音提到公屋街市亦應如是榮盡 因此不少公屋街市現已交給外判公司以主題設計進行活化 然而有持份者指出主題設計本質上為人救病不切實際 因而產生今天的辯題,要衡量主題設計活化公屋街市是否不切實際 就要審視以上計劃能否給予顧客一個更加理想的購物環境 今天我方支持辯題的原因有三 第一,做法擾民 主題設計活化的過程中對公屋街市有不少多餘的改動 令市民和商鋪都大受影響 以屯門有愛的街市為例 裝修後的街市注入童話元素 而為配合童話主題,街市內經常播放儀歌增添噪音 在有愛街市經營水族店的李先生認為 街市播放音樂令客人感到騷擾並且產生過人的感覺 再看日東街市,街市內佈滿霓虹燈 天花上更有一架約十米長的紙質飛機 居民蔡女士說,街市裝修雖然華麗 但種種裝飾品令它眼花烈亂 而且街市為頭配合主題設計,店舖分佈混亂 正正因為日東村街市的花巧凌亂 東沖社區發展陣線組織幹事陳淑琪指出 不少街坊都棄稱街市為海洋公園 擔心街市會變為旅遊景點,擠滿遊客 街市的存在原本是居民買送的地方 現在竟然因為主題設計活化而吸引人流到場打卡 導致人山人海的場面,情況擾民 第二,市民遭互壓力加重 對於普羅大眾而言,衡量街市的好壞準則在於便宜、靚正 而主題設計活化公屋街市不單止是滑蛇添足之舉 而且更加對商戶和當區市民造成經濟壓力 屯門區議員林明欣就證實 當初機會資本以高價收購有偶街市進行主題活化 最終只能通過加租去維持利潤 結果街市商戶一是被迫硬吞加租,一是被迫結業 來到區區議員國平指出 日東街市在活化後已經有至少十當結業 有不少商戶對於街市的裝修感到無奈 為了維管,市民自然需要捱貴送 2016年監察公營街市發展聯盟發言 受活化工程影響,街市貨物整體價格 比沒有參與主題活化計劃的高於3% 居民日常生活負擔繼而大大增加 可見滑蛇添足之 可見滑蛇添足帶來的連鎖效應 令商戶和居民目一行面都要顏色價格,增加生活負擔 第三,破壞文化 官赴香港的主題設計街市 不難發現當中有不少和街市豐盲牛不相互的設計 例如廣源村街市的紅磚工業風 和啟業村街市的貨櫃主題 生硬地將這兩個主題設計融入街市裝修 不單止對街市本來存在意義失焦 亦令舊式街市的特色加速消逝 莫滅香港人的特體回憶 由於要配合主題設計 不少和主題不相符的店舖 例如元寶蠟燭、中標電器維修 就被邊緣化至街市的角落 甚至被迫遷 現象都破壞了街市本身的多樣性文化 以有外村街市為例,區議員黃炳權指出 機會資本自從有外村街市並進行主題活化 售賣高價鮑魚、龍蝦等離地的食材 變相葡萄座本應存在在街市的舊有商店 令故有文化消失在活化之中 最後我想問問右方 你們覺得街市文化是否需要保留 如果需要保留的話 布景板或者裝飾品 又是否足夠保留本來的文化價值呢? 謝謝大家 正方主辯的發言時間為4分09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請反方主辯 你同樣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就可以先向我示意可以 聽到鐘聲就可以開始發言 試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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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麥 清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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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定 主席、評判在國位 會將向公共居民提供購買新鮮食物的方便途徑 早在七、八十年代 白毀就在公共屋村內的青年公屋街市 但是時而世易 有方在論性變態的時候 似乎分略了公屋街市面臨以下兩大問題 其一定位模糊 公屋街市一直都是為公屋居民提供便宜的新鮮食物 但是隨著新天氣市場以及網偶服務的崛起 公屋居民未必再以家市為購物的首選 值得注意的是公屋居民不再好像以前一樣 正是服務公屋的居民 隨著有更加多的居屋居居居居建成 他們都成為了公屋街市的服務對象 可見公屋街市就是得慈性去轉型 好像有方說保留街市文化 甚至吸引到公屋居民以外的顧客 其以空置率高企 公屋街市的空置率一直舉報不下 當即身處於旺角的石圍有街市和安寅街市 他們的空置率已經超過了一半 如果好像以外風說 公屋街市不做主題活化都有這麼多優勢 又幫我怎麼解釋會有這麼高的空置率呢 而要解決空置率高的問題 引起以往傳統的營商模式 必然維持合實際的方法 等於以上的問題 公屋街市的承擔箱之一領展 就在二十多間公屋街市推動主題性設計活化 以此得破公屋街市現有的限制 尋找更多的相機 甚至可以將攤貨文化 引入香港街市的擲體活力 延作為下一代 這種物事的詮釋 雙方都同意 我們的主題設計活化 正正想道講這一點 故此與衡量變系 必須相先甚至主題設計活化 可否解決到以上的問題 以此保留香港的街市文化 我幫今日反對變系原因有二 其一透過主題活化推廣街市文化 主題活化可以將街市文化 推廣給更多的香港人 例如有個街市 就要和華風為主題的設計 他和鄰近的屯門公園 共用遊樂場產生協同效應 成功的將空置率隔離明白 並吸引到不少年輕人光顧 令新鮮的一代香港人 可以更加認識到街市文化 此外他都有了公屋街市營造有特色的主題空間 不足當他的文化 不如塞尼街市就以舊入香港為主題 重新呈現當初在大廈的風貓 令年輕一代更加影響整個過往的歷史 以改變街市定位符合各方的需求 公屋街市的受眾早就不單純是公居民 他們要服務的對象是整個社區 甚至可以透過主題設計吸引到 其他地區的人來光顧 在受眾身間的情況下 公屋街市就要衡量自己的競爭力 負任更多的任務 根據香港本來發展局的資料指出 這些公屋街市提供 不給以往的傳統街市更多的選擇 不再需要受限於傳統街市售賣的貨品 成功適合市民大眾的需求 例如翻新之後的良影街市 他就提供了多元化的服務 除了傳統的街市食材 也引用了多間市值店、服裝店、美化店等等 成為一個滿足日常生活所需的營油熱點 除非有方可以證明到 電梯中的主題活化 公屋街市對於增加人流 和降低空置率等等毫無波作 甚至對於保留街市文化會有反抗 否則主題活化正正可以適合到 當合的實際釋放 否則電梯絕不成了 最後想問有方同學 成不承認公屋街市的定位已經改變 如果承認的話 有同不同意有新的手段 去重新迎合這班市民的需求 我就是各位 反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46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就會進入台上發問的環節 先請正方派出一位便員 向反方主辯發問 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但準備好請先解除靜音 並向我示意可以 是嗎? 是,清楚 是可以的 是 有方同學帶一個論點出來跟我們說 可以保留文化 但有方同學怎樣做這個論點呢? 就跟我們說屯門有外的街市 用童話 用童話的設計去改造之後 就可以保存到街市文化 這是怎樣的論證呢? 原來我們香港傳統街市文化 就是童話嗎? 第二 有方同學說 可以增加人流 但私一聲 他作為一個公屋街市 究竟是否需要增加人流 吸引其他外來的客人都已經成問題 他在一個公屋街市 他賣的是豬肉 用來賣菜 如果在大西北 例如 你會不會想吸引一些可能 大輯的人來到中環的街市 去買菜 那根本是不可行的 第二 就算增加了人流之後 有一個公屋街市 他應該要服務本區居民為本 當增加了一大堆閒閘人等 又不是來買菜 根本只是可能想來打卡 我方主任已經和你們說了 東涌日東街市的例子 發言時間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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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請反方的主辯回應 你同樣有一分鐘的回應時間 不好意思,我想問一下 如果在法文上 一般我們處理 如果出不了Q位 會不會有什麼 你們張證上 有沒有什麼處理的方法 是有的 當然是可以傳取分數 但是根據主席 我剛剛判斷正方 是有出明確的問題 好,謝謝你 雙方也要留意 無論是正方反方也好 台上發問或台下發問的環節 如果出不了一個清晰的問題 在整個一分鐘當中 主席會有責任提出 就算主席提出了 如果評判也覺得問題不清晰的話 他也有權就著問題的發問 去給不同的分數 由零分到九分 也是有這個可能的 現在請反方的主席回應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 準備可以向我示意 示米,示米,聽不聽到? 清楚 準備好 叮 剛才聽了有分學這麼長的發言 也很難想到有分學的問題 但我也嘗試回應有分學的質疑 有分學剛才說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認為我們的圖畫中 就不能保留香港的家事文化 得而且確的 圖畫中就不是香港家事的文化之一 但香港家事文化是甚麼? 是攤檔的文化 是整班人擺檔出來 但原來看到 那些家事是完全沒有人上去的 他們的地位已經被超級家事 甚至是在網口取代的時候 又有誰上去呢? 而用回有很多同學的有個家事方 原來我們看到 他們做了小題設計之後 他們的人流上升了整整超過一半的時候 我們的成效 正正可以令人更加見到香港有家事意的東西 接著有可能我又舉出中環家事這個例子 雖然中環家事不是公屋家事 我也不知道有可能我來問清楚些甚麼 但就算即時是 原來中環家事正正在地窄附近 人流本身受光 叮叮 回答時間結束 請停止發言 現在有請反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 向正方的主便發問 同樣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我可以先解除正音 並向我示意可言 請停 評判經常各位 剛才有方主便一開始就說 我們的標準就是叫做衛市民 提及是一個近理想的購物環境 有方整個例子根本是自相矛盾的 今天有幫我們看到全灣石維國街市等等 旺區街市空置得到七成 是否一個理性的貨物環境 今天我們看到有幫說不想活化街市 就說很主觀地說會眼花撩亂 是否有幫就認為一個臭氛氛 反方的同學 剛才那個發言是因為中間好像靜音了 所以可能有需要重新發言一次 你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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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 剛才不知道是否正了音 剛才被人正了音 現在會有一個 因為剛才去到30秒前已經聽不到聲音 現在主席認為我們應該要重新發問 有一分鐘的時間 即是有一分鐘 是一分鐘 好 是米 是米 可以 好 丁 剛才有方的標準很搞笑 就說要提到一個更理想的街市環境 我方當然正統 但是今天有方我們看到的現實是什麼 今天石維國街市等的旺區街市 有七成空置有方不顧現狀 這樣是否一個理想的貨物環境 我們再看到現在街市的環境 就臭痞痞 那樣 那是否又是有一個心中的理想環境 對方有方 說到我方化了街市之後 會眼花療律的時候 這個其實只是一個主觀的看法 我當然覺得眼花療律 本來想問有方 如果不能夠解決議事問題 是否想著維持現狀 就這樣理會他的選手 好 那現在正方就要派出主辯去作回應 還有一分鐘的回應時間 可以先解除正音 可以大聲一點點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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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方剛才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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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提到的 現在我們看到的街市 又不止為新聞 麻煩你大聲一點 也不可以 是有方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大聲一點點 麻煩你 好 你也想提醒反方的同學 如果你發現他聲音有問題 可能他試麥克風的時候 已經要提出 請正方再重新發言一次 並且試一試麥克風 試麥克風 這邊是聽得很清楚的 如果你準備好可以 向我示意 可以 可以 有方剛才提到 現時未經過活化的街市 是有不少的衛生問題 而我們想說的是 其實解釋衛生的問題 不需要主題活化設計 主題設計活化 其實普通的活化 或者甚至乎一些是 翻修已經是可以 解決到一些衛生的問題 而且衛生的問題 其實不單止是翻新 或者是一些 不需要主題活化的設計 就可以解決到的 而是可以由這個 在市民上的衛生意識上去解決的 而且我們剛才提到 不少市民都指出 其實一些主題活化設計 其實是造成不少的滋擾 例如日東街市 蔡女士擔心會變成旅遊景點 造成一些擾物 而且在有外村街的水族館的李先生 亦都認為他們 叮叮!發言時間結束 請正方主便停止發言 好了,現在就會去到一副發言的環節 先請正方的第一副便到台前預備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可以先解除正音 並且試一試麥克風 試麥克風 可以再試兩聲 試麥克風 不是聽得很清楚 試麥克風 現在好些 好,準備好後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可以 定 剛剛有方跟我提到 用主題活化設計 活化街市可以增加街市的競爭力 但據聞匯報顯示 這樣做反而會使到整個街市重新裝修 然後要導致停工8個月 嚴重令到那些屬客流失 並且增加了檔主的舖造 因為他們又要再交水電煤 以及新安裝的冷氣 以及不同裝修的費用 另外,有方剛才提到 主題活化街市可以帶出多元化的服務 例如安裝支付寶 而且還可以增加衛生環境的質素 但這些東西全部都是不關主題活化設計的事 這些只是可以透過我們的普通活化 例如增加清潔工人的人手 或者清潔次數 或者安裝一些高科技的產品 而不用導致他們完全停工8個月 另外,我方認為公家市是雖然有衛生問題 但是要解決這些問題 根本就不需要用主題設計活化 我們是提倡使用普通的翻新 小收小補就已經很足夠 現時香港有不少的街市 即使只是進行了簡單的翻新 沒有經過主題設計活化 相關問題同樣得到改善 自2014年起 政府為不少街市進行了基本翻新 例如大圍街市安裝了冷氣 並改善了通風系統 必裂遮視街街市又復修了它的大門 新增了無障礙的出入口和升降機 而石壺虛街市和保安道街市 就加設了公共空間 解決了人流湧劑的問題 而這些全部都是和主題活化設計 是無關的 我方並不反對而簡單地翻新 美化街市的裝修和加裝空調的方法 改善市民在街市的購物體驗 我方反對的是以主題設計活化 因為要解決公共街市的問題 我們要做的就是有什麼問題 就要相應地解決它 沒有冷氣就加冷氣 爛了地板就換地板 如果清潔工人人手不夠 就著眼改善這些地方 而不是無謂地添加一些豐馬牛不相及的元素 在街市上 這樣做浪費資源之餘 還模糊了公共街市原本應該有的定位和本質 歸根究底 公共街市的目的是要服務附近的街坊 街坊日常去街市其實只是想簡單單單地買餐菜 根本就不需要一些什麼美麟美換的裝潢 而主題設計活化 基本上無異於亞貿整餅 如果按照我方同學所說 強行對公街市進行主題活發 到最後只會將街市和傳統本土街市文化割連 而不是好像有班同學所說 可以增加街市的競爭力更快 令到本土街市文化更加具同畫風 或者更加具有特別性 我方主編已經講過 活發之後 形辦身為了增加利潤 以及使街市顯得更加高級 將會對家市園和聯收 好,發言時間要結束了 正方的第一副片已經是正常錯誤 已經是超時了 也提醒一次評判 我們今網賽的緣故 三丁主席會即時終止發言 不需要超時扣分 正方第一副片發言時間為3分15秒 不過是不需要扣分的 現在請反方第一副片到台前預備 請反方第一副片到台前預備 請問,請問,請問 請問,請問,請問 請問,請問 是嗎? 請問 請問,請問 請問,請問,請問 我方从来没有说过,保证友方就不会继续讨计 我们看看友方,他们今天都承认了我们要保留街市文化 也承认我们街市现在有一些空置等等的问题要解决 但今天友方最可笑的是什么? 就是他的角色定位仍是停留在几十年时 提供居民基本所需的赛事实场就可以了 但今天超市、公众街市等等的竞争下 公众街市最需要的就是重新定位 亦都是在主题设计下给到文化传承的作用 我们十分同意友方所说的景点化 这样就可以带旺人流 带旺人流的一个街市 令国际影响到香港街市文化有多大的问题? 今天友方说到我们的主题式文化不切实际 讲了什么论点? 第一就是停工八个月 友方用什么工程都要停工 如果要停工不做这个工程 是否全部建设全部都不用做 是否全部都不用翻身呢? 我们看到现在要解决的正是七成空置率的问题 是否为了停工八个月就用七成空置率 延续多几十年呢? 友方同学都解释不了 而我们再看看文化的问题 友方同学说到主题式活化有些童话风和文化传承 我们看到文化传承是不同的方式 例如你好像亚利洲街市 会加入一个渔港文化 反映江湖的历史 或者即使我们有童话风 也都是和整个社区构练 例如有爱街市的童话风 就是和隔离的共用游压长构练 找不到友方怎样说这个主题和社区完全没有关系 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吸引人流 令多些人报仿街市 来传承街市的文化 而今天呢 有方说不过去的 就是说主题 不用主题活化 就这样活化都可以做一个文化 大家看看吧 普通活化最多都是弄一个更新的普通街市 主题活化呢 使街市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色 才可以吸引年轻人 爱人增加人流 使人认识地区特色的时候 才能够把不同的文化传承下去 有方呢 以上的东西全部讲不下去了 就和我们讲一些担心 第一就是担心人流 会影响人流 会令到一些居密上来 但是为什么你看到 有方自己说 上海满先生说 那些草与多了 但是他自己都说人流多了 所以有方人怎么解释呢 而今天我们看到物价上的问题 食环署全市 木化了的公屋街市 有九成的调查食品 都是给盛南署自己的街市 包括家旧品牌等等 有方朋友说街市 不太贵了 现在有方租金贵了 为什么我们看到 有方自己说的有案街市 中多了四五十间的商务市 有超过一半的酒店留下 若然真的说到这么差 租金这么贵的时候 为什么他们还会留在这里 那不是爽吗 多谢各位 反方的第一副片发言时间为三分零六秒 没有超时 没有需要扣分 也提醒反方的同学 因为在发言期间 其实 可能背后你们讨论的声音 都有少少可能会影响到发言者的发言质素 所以可能要留意一下 其实都听得清楚 不过可能会有少少的杂音干扰 现在就邀请正方的第二副片 到台前预备 不好意思 我可以请同学 真的不要讨论这么大声 是的 没错 因为评判也受到影响 可能反方要注意一下 谢谢诺评判 正方第二副片的同学 可以试一下 试咪试咪试咪 试咪试咪 同学们的声音比较低沉 所以可能是坐前一点 和大声一点 试咪试咪 现在好一点 稍后也保持着这个声浪 准备好可以向我试意 可以的 丁 还有各位大家好 其实来到义库的位置 不难发现 有方同学今天将审前变题的招念 正是方向市民 街市商户 和可能到其他区民 其他区的市民身上 而忽略了这个公屋街市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持份者 就是街市的营办商 今天有方同学提倡 这个主题设计活法 乐观地以为 做完之后一定可以街大搬起 但事实上 这是一个三方揽炒的愚蠢行为 对市民、商户和营办商 一样都是没有好处 这个是他们的难处 对市民、商户而言 活化完之后的后果是怎样 我方主编已经解释清清楚了 一个捱柜送 一个捱柜做 后者还要务停工几个月 搞大装修的风险 而不是好像我方提出的 一小装修根本不需要停工那么久 活化现在是完全零保障 但是刑班生而言 他扔了这么多钱 来想搞主力活化 其实无非是想吸引多些人 去欣赏里面的主题、装修、布局 但事实很残酷 东涌社区发展阵线组织 总案是陈淑琦 已经跟我们指出了 原来在这个日东村 日东街市经过这个主力活化之后 布局变得花巧凌亂 令不少街坊 当街坊都弃称它为海洋公园 担心它会变成一个旅游景点 担心它会变成一个旅游客 偏离了原本一个街市的定位 产品又比其他街市贵 但是一瓶辣椒酱 就已经比旁边的虎东街市贵3元 令街坊一眉言四起 又是否在这个营卖上乐见 所以一方跟我今天说 这个主题活化 结局只为三书 其实一方跟我今天很搞笑 一方面又说要保留这个文化 另一方面做的居然是要拆掉以前 我们原有的街市 旧有的建筑特色 来搞这个主力活化 全部更新了 搞大装修 这样是不是非常荒谬和智商矛盾呢 如果我们有方跟我所说 我们强行对这些公屋街市 进行主力活化 到最后其实只会将街市 用传统管理街市文化割裂 我方主编已经讲得清清楚了 活化过后 这个营卖身为了增加利润 以及使街市显得更高级 将会对这个街市原贸进行 一个胡乱修改 以洛夫街市为例 我们活化之后 街市门一方 居然是鹅肝 长脚蟹 刺身等等这些贵价的食材 相隔十个档口才发现街市 一方居民要买日常菜肉 水果 鲜鱼等等 可以说是本末倒置 之外 这个主力活化意味着的是 一个街市布局的大更新 大洗派 相信有方都同意的 救生会被逼迁 留下来的老店 都会承受这些贵价 等于风险 以往的一些建筑就 萧汰而进 所以我方就不太明白 是怎样可以保留 我们香港本土的特色 然后有方同意说可以增加一些人流 但我方同意说的是 即使一间公公街市 究竟是否需要增加人流 这已经是值得相确 其次即使被真的增加人流 事实上亦是旺丁不旺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今天说的是一个公公街市 请反方第二副辨道台前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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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是清楚的 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可以 可以 叮 主席评判在落各位 大家好 来到二副的位置 不妨在手段上和有方比较一下 今天有方都明白 原本的公屋街市面对相当大的问题 但觉得就不透过班生 简单活化就可以了 不需要做主题活化 儘管比较一下 先说人流方面 有方所说的简单活化 只是会有多用本身 在当区公屋的居民买宿 因为可能干净了 但若然今天我们进行主题活化 说的不止是那群人 更加是多了一群年轻人 他们会来打卡 而其他区的市民也会过来买送 甚至平时不会买送的人 也会吸引他们过来游览 兜个单也好 所以事实是 人的确多了 街市也没有在十七九空 所以人流方面 我们比有方优胜 再看历史方面 有方所说的活化 其实根本做不到全城街市的历史文化 因为只是远区的居民去买送 但我们今天说的是 要将文化推向全国 以至国际性地 都希望人们认识香港公屋 街市摊档的文化 就看班生又如何做到呢 究竟今天是有方另外方的手段 更能胜任 相信大家都入目了然 有方刚才一出来就跟我们说 会变成海洋公园 没错 我们就要做这件事 有方说得好 我方主编一出来 已经跟你说 要变成景点 变成地标 增加人流 潜在消费力提升 为什么不好 其次我们都没有挂措 主题活化不是重建 有方你听出来 你就别出来说话 另外主题活化 也会有平和画迹的主题 是因为我们要因应各区的情况 例如屯门的新市镇 会有童话故事为主题吸引人 其他比较有历史的街市 就是用一些更有文化的主题 我们今天说的活化 主题活化不单是 传承街市的文化 而不是传承街市的文化 而不是传承街市的文化 历史的保留 从来不是一城不变 而是保留历史的灵魂 同时配合时代的过法 因为我们明白 即使多有价值 多有历史 如果原地踏步时代的句 会令历史慢慢被同态 因为有历史 四日有雷生春 雷生春前身是一家医馆和住宅 但是后来被荒废 但透过活化的历史建筑伴继续 继续成为浸大中医寻所 正正就做到 将保留、推广、承传历史 集于一身 透过在公屋街市上 未来讲的活化不单是一个公屋街市 更会成为当区的景点和地标 主题也可以透过当区的历史呈典出来 在商人的情况下 为什么不做呢 透过主题活化 吸引不同的客人 当有了游流的情况下 整体经济效益都会上升 前载消费力提升 有方所提及的问题都会迎接而解 有方有没有其他方法 能够在历史本身进行推广呢 多谢各位 想请问政方是否有技术问题 可能要正方的前载消费力提升 可能正方的前载消费力提升 可能正方的前载消费可以再次出现 可能正方的前载消费成功 应该没有影响到刚才反方发现的即是 可能正方的前载消费更多 正方的前载消费会影响到正方的反方发现 不好意思主席,想问 因为我们在中途的WIFI已经断了,所以交到我们在前后镜子也彈出了 你们有没有记录时间是什么时候彈出呢? 是整个发言都听不到? 大约一分钟左右 这个问题呢,首先对赛会向双方解释一下 如果比赛中途连线出现问题,应该先由台上去处理 因为刚才教练都有一段时间进了房间,还有一个镜子关掉的时间 所以可能向反方抱歉一声 但我相信正方没有在这段时间里去准备和变提相关的内容 我想都是处理技术问题,这是其一 其二呢,我想请问评判会不会就着正方这个技术问题 就是想给予反方一定的发言时间,可以选择重新发言 亦都可以选择给反方用一分钟的时间去做一个稿件上的尾段的一个发言 请问评判有没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意见? 我觉得对反方来说会有一定影响的重新发言 所以我觉得反而听反方同学的意见就比较重要 你们会不会介意再说一次 应该是怎么样 我想问评判是完全听不到我们的发言还是? 是的,是完全听不到,因为我们是假设了个议题 应该有发言一开始已经假设了? 大约一分钟左右 应该有几个绿条我假设了出去的 因爲我剛剛才要聯絡 即是那種時間是不在聚會 我這樣給你一個意見 就是如果反方再說的話 我是不會就著上一個發言去改分的 但是我會對政方的評分 就是你有沒有就著他新的發言 即這個位置會脫開 好,明白 好,我想問一下反方 反方的辯員或教練會不會有任何意見或建議 我們認為可以重新提供 分數跟評分的意見就說 我可以接哈羅的辯論 可能就是跟他新的教練的判斷 反方教練都覺得沒問題 反方教練都覺得沒問題 好,或者現在主席就代賽會作出一個裁決 現在裁決的處理方法就是 首先反方的第二副辯 便獲得一次重新發言三分鐘完整時間的發言機會 但是評判就無需要在今次的發言當中 改動反方的分數 並且正方之後的回應或內容上 便要根據反方新的發言內容去進行回應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如果沒有問題 現在先請正方回應 然後反方第二副辯再重新發言 但是必須要留意一點 如果正方在今次再出現連線的問題 那就不會再補任何發言時間或機會 好,那如果反方第二副辯 你重新準備好 就可以向我示意可以 可以 有少少回音 有少少回音 可以,示威示威 是,現在好些 叮 主席評伴助力各位,大家好 來到二副的位置 不妨在手段上和有方比較一下 今天有方都明白原本的公屋街市面對相當大的問題 但覺得就這樣套個翻身就可以了 不需要做主題活發 我們質感比較一下 先說人流方面 有方所謂的簡單活發 只是兩多肉 本身是當區公屋的居民去賣心 因為可能乾淨了 但若然今天我們進行主題式活發 說的不知是那班人 更加多了一班年輕人 他們會來打卡 而其他區的歷史民也會過來買送 甚至平常會買送的人 都吸引到他們過來遊覽 多個遊覽也好 所以事實是 人的確多了 街市也沒有實室舊空 人流方面我們比有方優勢 再看歷史方面 有方所管理活發 其實根本做不到全城街市的歷史文化 因為只是原區的居民去買送 但是我們今天說的是 要將文化推向全港 以至國際性的 都希望人們認識香港公屋 街市攤道的文化 只是翻身又如何做到呢 今天是有方還是我方的手段更能勝任 相信大家都一目了見 有方剛才跟我們說 要將它變成海洋公園 我們是要將它變成景點化 將它地標 增加更多人流 提升經濟效益提升 這不是一個好處嗎 其而我們都沒有話策 因為主題文化不是重建 難道有方今天認為 全部區都要有適合的主題文化 不是 我們要因應各區的情況 例如屯門的雙市 會有以童話故事為主題吸引人 其他比較有歷史的街市 可能會有更有文化內容的主題 雖然主題不符 但最終的目的都是吸引人去街市 成全街市的攤檔文化 有方剩下的最後一個擔心 就是成本上的真身家 我方一虎剛才也跟有方說了 食環處的調查顯示 有28款新鮮食品是便宜過食環處街市 有方同學反而沒有答我方一虎提出的問題 即代表有方同學都知道 街市的物價的確是便宜了 亦可以吸引更多人流 成全街市文化 但他們便秘而不淡 我方一虎也有問你 如果會發生後這麼差 為何還會有商戶留下 吸引號頭來做生意 有方不答 即代表有方也知道 會發生後一定會被會發前原風不動好 更能帶來這處 也即是有方不反對 領主題會發公屋街市 歷史的保留 從來不是說一成不變 而是保留歷史的靈魂 同時推合時代一步步 因為我們明白 即使多有價值多有歷史 如果原備答放時代幾句 會令歷史慢慢被淘汰 今天有街市式的有雷生春 雷生春前身在一間醫館和住宅 但後來被荒廢 通過一個花歷史 建立火供計劃成為浸大中醫診所 正正將保留推廣 承傳歷史集於一身 通過公屋街市上 主題亦可透過當區歷史呈現出來 在商人的情況下 為何不做呢 多謝各位 好 反方重新發言的時間 三分零八秒 亦沒有過事務需要求婚 現在會進入台下發問的環節 會先由政方派出第一條的台下發問 同學發問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完結前三十秒會有一丁提示 準備一個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試麥聽不聽到 非常清楚 好 可以 聽 大家好 有福同學今天講現時公屋街市空置率高 要增加人流 所以要將整個公屋街市裝飾到美輪美換 人們自然去 店舖自然有人租 但今天我方前面同序作為自出 原來主題活法裏面 原來主題活法裏面 音樂的吵炒 裝飾的凌亂 似文碼很困擾 原來在負面的時候 就說這件事是很主觀的 但今天我們現在是 在這個店舖的生存之後 就是顧客的事對 顧客就在意見的依歸 但他們現在說主題活法街市反 是因為主題活法四字所造成的 是否可以不負責任地 將主題活法本身的固有問題 推卸給顧客身上呢 再者 原來沒有人現在想再去主題活法 街市的時候 又如何解決不同學所說 空置率高的問題呢 多謝各位 好 現在反方會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計時開始 尼覽 要您再去主題活動 請您再去主題活動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員作答 你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準備我可以先解除正音,還是我示意可以? 可以 請 評判依序的位,剛才友邦其實全部都是擔心的 友邦說到我們的街市會美輪美活 友邦自己的標準都說要近理想的購物環境 那就符合友邦的標準,有什麼問題呢? 友邦說到會吵炒和凌亂,友邦不想吵炒 每個街市都會吵炒,是否想七成公結? 十七九公就不會吵炒,這個是否友邦想見到呢? 再說凌亂,今天我們在這裡活發之後 會將不同的梳菜、娛樂引得不同分門別 令到戶客更容易選擇的時候 這個是不是更加凌亂呢? 友邦自己看到了 我們看到友邦街市現在多了四五十間雙負重書 重要是由十七九空變到全部租出的時候 天稅街市人流多了四成的時候 友邦說到人流少了電報空置 反不反映實際情況呢? 若果真的這樣的時候 那些雙負是否還會繼續這樣做呢? 多謝各位,華請有方留意 好 好,現在就到反方派出第一條台下發問 反方的第一條台下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試咪 試咪 你可以站在這個位置再試一次咪 試咪,試咪,聽不聽得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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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科學的標準 希望我們要與時並進 有一個更加理想的購物環境 但又說有噪音又要停工 就很擾民了 但問到有科學 為何現在現有空置率高 人流低的問題怎麼解決呢? 有科學就說活化翻身 矛盾就來了 為何我做活化八個月費用有貴 你做工程就不用呢? 以至你說冷氣費貴 又舉出2014年大為翻身 加了冷氣非常好的例子 完全矛盾 最後想問有科學 如果有停工、有噪音、有冷氣就是問題 是不是翻身都不應該做呢? 而如果不做的話 面對身處旺區但又殘舊的街市 空置率原來高達七成 我們要怎樣做才可以提供有科學 還有口中理想的購物環境 多謝各位 好,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現在開始計時 我們公開一下 大約三十五分鐘 加上了解 在子宮 可以包含嗎? 你 可以包含了解 把我進行嗎?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正方派出位別人作答 未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準備好請先解除正音並向我示意,可依 示威,示威 有方同學質疑我們提出的方案,小修小寶,一樣會造成可能停工的問題 但事實上有方同學當然誤解了我們的本質,有方同學你們提出的主題活化碼 是要將整個街市按照某個主題進行一個活化碼,我們不同,我們只是有什麼壞了,我們就加什麼,有什麼缺失了,我們就加什麼 很簡單,根本不可以同日而語的規模 此外你們那個大裝修自然就可能要全面停工 我們小修士寶就很簡單,一定不會影響到所有的人 其次有方同學說人流 但可能我們再推一萬步,有方同學真的可能增加到人流 但事實上這樣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我方同學看到這些增加了人流一樣是旺丁不旺財 因為你沒有理由要一些老遠在大西北的人,可能你來你的石圍的街市 那麼久的車程,就來為了打針灘 發言時間結束,請立即停止發言 現在又請正方派出第二條的台下發問 你有一分鐘發問時間 準備我可以先解除正音,試試麥 試麥 有方同學說今天做這個街市活化的目的就是要保育文化 但我們今天看到有方同學所說的活化就是將全部街市原有的文化 裝修全部整理,拆掉它 換上一些完全沒有意義的紙板、布景板、裝飾 有方同學二賦還說這樣是承傳文化 將這些街市的文化推廣到整港 是不是代表街市的文化其實是現在不好,不需要保存呢? 是不是要強行將這些新文化硬加上去呢? 又如何做到有方同學今天大意想言 所說的保護香港文化呢?多謝各位 一分鐘的準備時間,現在開始計時 好嗎?多謝各位 準備時間結束,請反方派出便員作答 你們同樣有1分鐘的作答時間,準備好可以先解除靜音或是麥克風 開了 是麥克風,是麥克風 是,清楚的 準備好 定 很多謝剛才有分裂我的提問,剛才有分裂學問我們是否要把整個家庭插曬,如何保留家庭的文化呢? 首先我們先搞清楚一個定義,甚麼是香港的家庭文化? 我們見到原來香港的家庭文化就是攤檔文化 拿完擺檔,這些就是香港人成美的集體回憶 但原來我們見到現在的電話空置率上升,人落降低的情況下 又如何將香港的攤檔文化繼續流行下去呢? 然後又令到另一個問題 那甚麼是主題活化設計呢? 可能我偷偷都已經說到主題設計 就是將傳媒拆散,傳媒都不同散的情況下 其實正正就不是,你見到我們加了新的主題下去 你正正可以吸引多不同的人流 有方剛才都承認了 增加了人流之後,增加了香港家庭文化的情況 如何不可以將家庭文化移下去呢? 有方正義回應,謝謝 好,現在又請反方派出最後一條的台下發問 師妹,師妹 是,清楚的 聽不懂得參加嗎? 清楚清楚 可以開始 叮 各位大家好,今天有科學說市民要捱貴租,買貴菜 但有科學的例子是屯門有個街市,有個別顧客反映貴 但實質數字沒有 我們先看看數據 恆安街市原本一檔賣魚,但主題活化後引入競爭變成四檔魚檔 反而便宜了 再看主題活化的日東街市 原來它比附近的虎東街市更加便宜 食環處更加在2016年的調查發現 原來九成主題活化公屋街市都比食環原本的街市便宜 再看有科學說到主題活化會加租逼酒商戶 用屯門有愛街市做例子 事實是主題活化後100%出租 最後想問有科學 如果市民覺得是擾民館 為什麼會做到理由方主辯口中的人山人海 以致商戶出租100% 多謝各位 一分鐘準備時間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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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请正方派出委员作答,不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准备好请先向我示意可疑 示威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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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有一方同学刚才很质疑我们的挨桂粥,加挨桂粥,挨桂粥的论点 有方同学就说我们没有用数据,但其实是有方同学自己没有听到的,我方主要讲得清清楚了 2016年监察公营街市发展联盟,发现受这个主题活化工程影响 有参与这个主题活化的街市方式整体价格比没有参与主题活化计划的高3% 平均,黎岛区区议员郭平和他说,入东街市在这个主题活化之后 经已有十多档结业 有方同学只有说,主题活化之后可以引入多些店铺会更便宜些 但事实上这样并不是主题活化所带,唯一并不是主题活化的独特的利处 根本有没有主题活化,我是一样可以扩阔这个街市 可能要引入这些新的商户,根本就不需要这个主题活化 反而有方同学说的主题活化之后,引入的又会是什么? 引入到一些闲习的人等 就是这些根本不关事,根本就不是来买商 叮叮时间到,请立即停止发言 现在会有一分钟给予双方的结辨作准备 计时开始 好 您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 请反方结辘到台前预备 利用4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先解冲音或示称 示称 清楚 再开 丁 還有一個位置 在我家樓下有個高屋街市 但是我從來都不會去那裡買菜 為什麼? 環境骯髒骯髒 又極度不得了 想到這裡也不想去 但是為了今天的比賽 我專門去問爺爺媽媽 到底以前的高屋街市是怎樣的呢? 喂!菠菜蓮 明天記得留一棵美麗菜給我 嘩口未完 旁邊當口豬肉群有格局 爬光柴柴,明天留意過的美麗菜給你們 以前的高屋街市 人情味固然濃厚 但眼見高屋街市人流越來越少 到底還有沒有方法可以在歷史變遷的情況下 去保留甚至延續這種人情味呢? 其實今天雙方都同意 我們要營造一個好的營商環境 讓街市當著 亦要符合不同 互合群組的需要 但是分歧為就在於 今天有方同學就認為 活化可以代替主題活化 要總結全場基於以上分歧 我們不妨之下兩個問題 第一,高屋街市的定位 跟以前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聽到全場 廣播最大的論點就是 今天高屋街市 只是為附近居民提供一個購物的環境 不錯,以前高屋街市的確是居民的唯一選擇 想買豬肉、鯉魚、沙鑼 不用上淘寶、不用去深淘寶 樓下街市就買得到 但現在不是街市 為看扎香港這條紙 還有送貨上門 和以前最大的不同 就是有些屋邨過兩條馬路就是私樓 甚至乎有居民跨區買送 過的顯然就不只是過居民 但有方似乎的蜜全場都覆落了這點 所以受眾越來越多 但回想起來 這個行政是一個契機去畫物 漸漸失落的街市人流 現今那個街市要做的就是吸引更加多年輕一代 走進去 表解舊時流傳到現今的街市文化 不單止帶動客能量 並將文化宣揚開去 就是因為環境和以前不同了 所以才要用新的手段 給群眾一個新環境 第二 面對現在傳統高屋街市人流佔少 生意下降 有什麼方法可以改變現況呢 今天有方同學說 可以用簡單活法翻身去代替主題活法 但當今天說的是 偏遠地區 沒有墟圖做招落 單純做翻身裝修 並不會吸引到很多人 而主題活法正正能夠為偏遠地區的高街市 帶來亮點 吸引年輕人跨區打卡 提升客流量 為當主帶來利益 有方想提合到的方法 解決方法是不可行 所以要吸引偏遠地區的客人 特別需要做到主題活法 夜夜麻麻了 說了一句 唉 但可能現在的年輕人不喜歡街市 現在已經沒有人去街市買菜了 假如他日街市真的消失 又會不會覺得可惜呢 相比街市網購 還有一些鐵板一塊毫無溫暖可熱的地方 那個街市最獨特的地方 就在於他相連的攀檔 當主和當主之間的情誼 當主和居民的閒話加上 這一切都是最好的文化印記 做了主題活法 立場指令環境變漂亮了 還可以帶動更多人流 吸引更有店主流低經營 令人情味更加濃厚 我方期望這種融合傳統和創生的文化 來更為逐漸變得冷漠的社會當中 演起一絲絲溫暖 多謝 好 那現在請正方的結辯 你同樣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先向我示意可以 是嗎?是嗎? 是,清楚的 可以 定 主席、評判在外,各位大家好 今天綜觀一下反方的立場 其實他們有幾個謀誤的 第一,他們錯誤理解了街市的對象 公屋街市的對象是公屋居民 而今天有方陀說 有一些偏遠地區的街市 他們進行了主題設計之後 就可以吸引人流去買菜 但今天你想像一下 東沖有一個街市進行了主題活法 然後你是住在屯門的 你會不會專程生長水遠去東沖街市打完卡之後 就拿著一袋菜 拿著一袋雨回家去買菜 那不會的 所以其實吸引其他區的人 根本就不是帶動經濟效益的最好方法 而今天有方陀說這些街市有很高的空置率 那他們高空置率的原因是什麼呢? 是否因為他們環境差呢? 那如果他們環境差的話 我們是否去改善環境呢? 我們不反對進行一些小收小補 我們去加冷氣改善一個環境 我們去重新去裝修一些地板 令到他的衛生環境去改善 那這些是否可以提升空置率呢? 並不是通過有方所說 這些主題設計活化去令到整個街市的結構去改變 第二 有方陀說你們錯誤理解了街市的文化 今天有方陀說街市會有一些攤檔文化 這些就是一些很值得保留的特色 但有方陀看見到這些街市通過了主題活化之後 其實他們會引入一些集團職或者連鎖店 例如這些豪大大的雞扒 究竟這些豪大大的雞扒 是否應該出現在街市裏面呢? 我們有主便說過 有些會賣鵝肝、龍蝦等這些高價食材 有方陀是否想讓市民知道 我們本來的街市其實就是賣這些高價食材呢? 這些又是否街市的定位呢? 有方陀同學對街市的定位這麼不清晰的時候 是否要將這些街市變成打卡性地 或者吸引年輕人去參觀呢? 還有各位,生於現今世代的香港 街市的意義其實從一而終 都是以店鋪和商品為內在條件 以及方便它本區公屋的市民日常生活為依歸 就算我分退一萬步 承認經過主題設計之後的街市是美輪美換之後 但又如何改變內在 如何令到市民生活方便了呢? 更甚的是現有制度其實只會令到物價上升 增加市民負擔 有區議員揭露 有長者因為不想捱貴菜 又不想花錢跨區買菜 甚至在晚上的時候去到街市 執送頭執送尾去求一差溫飽 另外,你們將街市裝飾成旅遊熱點 令到大量遊人到訪打卡 令原居市民在街市買菜的時候寸步難行 以上種種情況又是否在各位願意見到呢? 街市的存在意義理應貼地 但今時今日 街市竟然以懷舊作為賣點去搞主題活化 但活化的方式很諷刺 但好像有坑陀所說 將街市裡面經過連月風箱洗禮的痕跡 就是街市本身的歷史意義和文化意義 今日發展商開宗明義說要搞懷舊風 搞歷史文化風 但做的事就是取代固有的街市文化 是否代表街市的歷史、街市的文化 完全不值得在現今香港佔一席位呢? 原本處於街市之中的元寶蠟燭、中標、保鞋等 經歷時代巨輪的懷舊商鋪 都為主題設計活化而被迫和街市分割 即使他們可以繼續維持服務 但已經失去了原本在社區和街坊之間的歸屬感 其實吸引股客並不需要通過豪華的裝修 貨品的價連物美才是重點 香港街市都有不同屬於自己的特色 正如有人千里迢迢去到洋屋街市買海鮮、元朗街市買水果等 這些都不是透過主題設計去造成的 而是因為他們保留自己獨特的文化和他們有自己的存在意義 正如香港公屋商會總會前主席林俊賢就說 街市是社會的縮影 沒有了街市就等於沒有了本土文化 而主題設計只會令街市更加靠擁一個打卡勝地 甚至是靠擁超級市場 令舊有街市的定位和文化終有一天會被取締 當我們走入街市見到和風和歐綠色的風格的時候 何來感受到本土的街市特色呢? 我們不知道哪一天我們會見不到這些街市的本土特色 亦都不知道我們會不會再次見不到陳思拉和當主 高達的情景 而在這個時代巨輪滾向前的同時 但願我們一起努力捍衛公屋居民的福祉 收穫香港最後一點的特色 多謝大家 正方的結辯發言時間為4分10秒 無過時無需求分 到此比賽告一段落 稍後我會收集評判的分子 我們會先暫停分享 感謝雙方的參與 在收集評判分子和評判進行最後合分工作的時候 都想請雙方派一位合分人員 在聊天室裏面 用私訊的功能 告訴我你們的電話號碼 稍後我收集了兩張分子之後 就會用WhatsApp 傳到合分人員的電話號碼當中 如果評判的分子整理好 也可以在 chatbox 中告訴我 我就會把它變成PDF 再傳給兩位評判 盡量合分 在這個時候 因為評判有事忙 可能要早一點給評語 所以首先想邀請理程長先生 為今天的賽事 請理程長先生 大家好 比賽也出現了意外 也知道網賽是不容易的 也感謝賽會和參賽同學 在這場比賽上的用心 我也快說 我覺得也是一場真心很高水平的比賽 很多戰場都可以打得很近 但也因為這樣 我自己覺得有些戰場其實都很膠著 去到後面就沒有什麼推進 大家說來說說 其實沒有什麼很明顯的突破 令到比賽 我自己覺得 略嫌去到後面就有點悶了 就是這樣 我自己兩個方向去說 第一個我覺得 如果大家可以帶出什麼新的訊息 有可能幫助推進的比賽 先說正方 正方 正方 你一開始已經很明確說到 其實對於活化這件事 就算你不太同意也不知可否 即是你不是反對活化本身 你純粹覺得主題設計是有問題 我自己覺得 去到後面 當別人不斷跟你回應 去跟你說 其實租金那些事情 其實不是你說到那麼誇張 或者其實有其他可以彌補的時候 我期望正方是有可能說多一點 譬如 你會否可以說到 你期望普通的活化和主題設計的活化 在成本上其實最遠可以欠多少 這個時候你後面就有可能可以說 所以我們看到可能一些基層的市民 他們那個價格的承擔能力 是很脆弱的 加少許可能可以影響 但一到主題設計就不行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起碼都可以捱到一些 當別人不斷問他 其實租金實際上是否影響那麼大的時候 你有多一些新的東西可以說 我覺得這個是正方 去到後面可以補足的東西 另外就是反方 反方今天你不斷去說 其實你那些租金或者很多東西 你的版圖是拉到很闊的 其實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是欣賞的 我覺得對於反方來說 其實有一個位置可以說多一點 就是你期望實際上你活化了之後 你可以帶來的人流 會不會真的可以生產一些實際的生意 或者你起碼可以說到的推論 就是會不會領展的人出來跟你說 其實譬如你說到那個協同 即旁邊的兒童遊樂場 你跟阿豐一樣 我希望你可能一家大小去買菜 整件事就很合理了 會不會說多一點 你期望實際上可以生產的 即利益又好 或是期望人流會實際上 即那個轉變是怎樣進行的 我覺得這裡可以說多一點 變成不會讓政方不斷跟你說 普通活化也可以 你裝備冷氣也可以 那要怎樣弄得這麼花哩花哩 所以我覺得你在說 主題設計的獨特性 怎樣轉化為實際上的生意 我覺得這裡差一點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在後面 慢慢去到副位的時候 多說這些數據也好 或者會不會有些詞 可以詞一下也好 那就變成無禁膠著 即會有些新的東西可以說 另外最後想說多一點 因為我覺得今場比賽 實際上不斷實際 這個詞到後面也沒有怎樣聽到 其實我覺得雙方可以落地去說 如果在政方的立場 就是他適合他最原始的功能 反方就是覺得 不是的,要重新定位 要令到他有一個新氣象 其實在實際上的定義 這裡是一個很明顯的分歧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反方 你要開一個脫離了原本街市 給大家一個比較黑板的印象的時候 就說多一些實際上 跟超市或者網購那些東西 對他的挑戰在未來十年八年內 有什麼影響呢 譬如我自己在錄製的時候 我會看到現代超市多了很多間 又遷就腳又舒服 其實這些實際上的挑戰是如何 令到街市是不得不改變 而那個改變不可以只限於 執靈了一個殼 多了一些冷氣 通了風 這個位的話 我覺得可以再發展多一點 少許意見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謝謝 謝謝李成章先生 現在有請羅卓媛先生 也為今天的賽事做一些評語 有請羅先生 我先講一講 這條辯題 其實我一開始看的時候 我以為是一條九一辯題 我覺得正方是佔很大的優勢 因為我有親身看過那些活法街市 也會有一點意見 但當然這些完全不影響今天辯論的內容 但因為這個是九一辯題的關係 於是我很少有地在這場辯論開始之前 我進行一些資料搜集 去理解一下 其實在這樣的辯題環境中 正方和反方的進路有什麼選擇 而我會首先從今天正方的進路選擇 去做一些展評 其實今天這條辯題中 有兩個非常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以主題設計這個字眼 第二個就是不切實際的字眼 而正方你開始的時候 有嘗試跟大家說什麼叫實際的 你就給了一個食環處立法會之類的 就跟我們說合理價格、生活俱品 這些 但這個其實你們沒有繼續堅持下去 很快就沒有再說這件事了 別人跟你說什麼 你都抓不到他們去跟他們說生活用品 很多時候你都會跟他們一起爭論 什麼才叫真正的街市文化 我覺得這個進路其實是你可以考慮 其實這是你們的主場 你們要找辦法畫戰場是什麼叫不切實際 而實際 如果你說實際 其實就說實際狀況及需要 你已經畫了一個圈出來 但那個圈你自己也不站進去 所以這個是一個策略上 你可能要再考慮一下 另外一個就是 其實在以主題設計 活化公屋街市 這件事其實是外判了出去 就是給一間叫做文芳 或者叫做什麼匯資本 就是有一間私人公司去做的 而其實你們應該拿出來比較的東西 就是另外一款 你們所說的所謂小修小補 其實政府是由 在施政報告裡面 在18年的時候 已經推出了一個叫做 街市現代化計劃 政方同學 你們有沒有聽過這件事 是的 其實你們可能要考慮的就是 你們其實是拿著實際上 你比較什麼呢 比較的是現代化計劃 和這個活化街市之間的比較 去作出說實不實際 其實是有一個指標的 不是說我跟你說文化是怎樣 或者是多多少人和我迫 這樣叫做實不實際 其實實不實際是 街市有沒有真的改變 它的租金如何上升 這些事情是有嘗試去觸及 但是沒有一個實際的比較 情況下 就會令人覺得 你們正反雙方就各自 給一個 畢竟宇室 兩個平衡時空來的 一個就說 一個就說 一些人很不喜歡去 另一個就說 一些人很喜歡去 很多人去 其實你是畫不到一個 consistent 的 picture 這一部分 你們就可能要再想想 進路如何去 另外 正方可以考慮的進路就是 你們很後期 我寫下了 去到應該是二副 和一個台下發問裡面 你們就終於說到 就是說 這個是正一 又提及了第一次 主題活化和衛生變好 不是一個直接的關係 這是一個直線邏輯 然後你們去到後來 回答一些發問的時候 都有說到這件事 而我覺得這個應該是你們的主線 而不是一個反駁位 你們可以再 因為其實 對方說的所有東西 其實它乾淨了街市 就已經有那個效果了 它跟你說人流多了 人流多了 是因為人們喜歡過 童話封裝修 還是喜歡衛生環境好了 對吧 所以其實這些空間 是你們需要去 大幅地使用這些戰場 才可以令到今天 那個辯論的走勢 在你們那邊 而反方 反方 我認為你們今天採用的進路 是非常之有效的 就是 它跟你說什麼街市文化都好 你寧願接受街市是海洋公園 都不容許對方說你們 活化街市不切實際 我覺得這個進路是正確的 但是 唯一我覺得 反方可以改善的就是 你們去到後期 那個論點重複的情況 非常之嚴重 你們的劫線 是嘗試用回你主邊 那個三個點的框架 去重新說一次 你們全場說過的東西 而在這個方向 你們的分數是去到後面開始跌 從二庫開始 你的分數開始跌 是的 因為你們推不到更多的內容出來 那我的建議就是 我明白你們的進路就是 你不想說太多戰場 戰場開得越大 你們就越無好處 這個是可以明白的 但是你們可能要換一些新的例子上來了 就是你們的例子 有外街市就是大家都用 然後這個是平衡時空 有外街市同事很好又很差 這個就是大家都在上面各自拿一些論據的分數 但是如果是反方的話 你們可能要再給多一些其他的例子 因為我都記錄到有些例子是可以重複的了 所以呢 另外就有一兩個關於個別電源的點評 那就不要介意 不是說你們打得特別差 而是你們有特別可以進步的位置 第一個就是正方一庫 你那個反駁能力呢 可能比較慢熱 所以你頭三十秒呢 是在攝影機的 這個情況呢 真的要改善 你至少損失了三十秒的有限的發言時間 還有那段發言也都 我覺得是有項目 但是他表達不到出來 是的 所以這個反駁能力呢 需要回去好好訓練 另外一個呢 就是反方二庫同學 我覺得呢 很明顯你的反駁能力是很強的 但是要注意台風和用詞 因為好像你好討厭對方 很討厭你的友方同學在罵他們 這樣 這個方面會令到你的說服力稍微降低 有些火氣太大 另外就是呢 你那個讀稿和不讀稿的差距非常之大 即是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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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一聽之後 直接變成第二個人 開始讀稿 讀你的雷新春的論據 即是那份那份那份結稿 這個是太明顯 你即是雙重人間 一開始罵他 突然間我讀稿 在這裡讚動雷新春 這個是 都幾影響 評判對你 整個 整場表現的 那個觀感 是的 我大概就是給這些評語 希望大家繼續進步 謝謝羅先生 現在就是大家要正待 這個 雙方的核婚員 核婚 並且回復確認 我等雙方核婚員都回復了我 那我就會公佈賽果 請大家耐心等候一下 謝謝羅先生 然後請大家 大家 United 坐 ví 感谢观看 请评判留意WhatsApp 因为有个别的分子 传给评判 还有一个记录和评判回复确认 我们只留下记录,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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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由于只有两位评判 所以赛果会以分数作表决 正方得分是821分 反方得分是839分 换言之今天是反方胜出 而今天的最佳辩论员是反方第一副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